H numéro 8 咖啡 POP C B C B 电池 POP 我們有我是比莫拉 來到了8月最愛的單元 我先從羊吃的開始好了 大家應該記得 7月最愛的時候 我分享過了Nissoro的 鳳梨酵素 就收到他們的信 想要請我試吃他們的 熱量調控餐 我本來就知道 Nissora的熱量調控餐很有名 最早期我看到的時候 第一個想法都是 怎麼這麼貴 看起來它份量很少 餐點大部分都是大概 就跟你去咖啡廳吃東西一樣 其實如果你要在家裡自己準備 雖然會麻煩一點 可是你可以知道的份量可能會更多吧 但是因為它有很多很特別的食材 例如說 松露雞肉捲麵 肉醬捲麵 或是滷肉飯 低卡水餃 還有酸辣湯 都是你在外面一定會卡路里破表的 所以我就選了幾樣 我很有興趣的 殊不知我覺得超好吃耶 它的熱量真的是低的 100-300卡 隨便外面吃一份要500-600卡的東西 它的熱量控制得非常好 松露捲麵 它是用意大利麵皮把雞肉末包起來 很好吃 然後我收到的時候 我就想說 它每一份差不多就這樣 小小的一份 打開來 不知道為什麼 很有飽足感 分量也很夠 一份吃起來你就會覺得會飽 如果你想要控制你的熱量的話 我覺得他們的餐真的很可以當晚餐 所以我現在就把他們家的熱量投扣餐安排到 如果是我晚上很餓 如果想要吃罪惡宵夜我就會選他們家的食物 然後晚餐也可以選他們家的食物 至少你晚餐熱量比較低 我有收到網友就給我的回饋 他們自己也有買 跟我一樣的心得就是看起來很小份 結果吃起來怎麼還蠻飽的 自己最愛的就是那個松露的那個麵 跟青醬的麵 還有它的酸辣湯 它酸辣湯料很多 很大碗 可以加一點點辣油超好喝 超有飽足感 我覺得它很適合當一個晚餐的配湯 或者是小野來吃 就很能解嘴餐 意外的它是一個 我本來不想買 可是我這次吃過之後 我有繼續買的低卡 然後調控熱量又好吃的餐 所以很想要推薦給你們 第二個是 看他們網路上的品牌介紹 它的意思就是 有點像是女生要愛自己的生活 然後開心自己是一個 漂亮有自信的女生 應該是類似這樣的意思 我是跟Stella團購買的 它的團購超優惠 其實他們有跟很多不同的部落客 或是IG的網紅合作 很棒的是它每一檔團購 贈品跟組合都不一樣 所以不太會有就是你現在買了 下一檔你又發現怎麼更便宜 這種情況 就是你看到喜歡的款式就可以買 因為每個人團的款都會不一樣 所以我大概看了兩三團 才找到我想要買的款 它組合送很多東西 因為我買了衣服之後 它還有送這個 算胸墊吧 又如果你希望你的胸型看起來更好看 然後還附送了這個 彈力繩 非常有活躍的橘層 然後這上面有教學 所以你就可以在家做簡單的運動 然後還有附跳繩 就是很基本的跳繩 可是我覺得以贈品來說蠻好的 因為最近不是很流行跳繩嗎 然後它還有送這個 花生球 我覺得這個質感很好很可愛 就可以按摩你的肩膀痠痛 就可以躺在地上滾一滾 按摩肌肉啊小腿啊大腿都可以滾一滾 而且它這個分量很紮實耶 這個可以帶出國耶 逛街逛累了可以用這個滾腳 這個很可愛我喜歡 這三個贈品都是很好用 然後我會用到 衣服我買了一件大理石 Bartop 因為我穿過拿去洗了 然後它的大理石花紋很漂亮 我覺得它的材質很好 我還有買一件紐結的短板上衣 也很好看 那兩件我都拿去洗了 這兩件是我還沒有拆出來穿的 然後這是它的褲子 它的質感我覺得真的很不錯 而且它顏色就是都很漂亮 都是那種灰灰霧霧的色 他們家特色好像就是褲子 它特別設計過你是可以不用穿內褲 因為它是抗菌的材質 屁股的車線會讓你的屁股看起來很翹很圓 穿起來也真的覺得很舒服 質感是蠻好蠻挺蠻滑的 如果你要從網路上買不知名品牌的運動服 你也不知道它的質感彈性好不好 我覺得他們家的創辦人好像也是健身運動的女生 所以有點像是為了自己打造的 所以我覺得它的衣服以價錢 然後跟整體設計跟質感跟美觀來說 蠻可以買的 然後我很喜歡 我記得它有短板的 因為現在夏天騎腳踏車 我實在是不想要穿那種長的 然後我一直找不到它的短板怎麼都沒開團 如果有短的話我會想買短的 所以我長的就先買這兩件 它的紐結上衣跟大理石的Bartai也很好穿 穿起來不會悶悶很不舒服很悲的感覺 它就算是好看又機能 胸前也不會太薄 不會讓你需要再塞東西 包覆感很好所以我很推薦 還有買了一個這個 這個我也覺得很美 大家看這個就應該要知道 這是好好的情人節禮物 它是本格9號製索 這是一個客製化的烈酒隨身瓶 這個是4盎司的 我有看到它有6盎司 可是因為我要訂的時候 它的6盎司已經缺貨 那我不想要等 覺得它的這一種皮革 配上可以客製化蕾色刻製 很好看 它的皮革就是真皮的皮革 後面有它們自己品牌的壓紋 唯一覺得比較還行的地方 就是它中間那個接線的地方 不知道為什麼就會有一種 沒有接好還是什麼膠的感覺 就一點點小瑕疵 可是整體來說以它旁邊的縫線啊 還有它是304不鏽鋼 然後至少台灣很快又可以收到 那這個造型也是簡單俐落 出去隨時你要帶一點威士忌什麼喝 我覺得4盎司已經很夠了 要拼酒的時候就很適合這個 我覺得蠻實用的 然後它也有一個禮盒 可是我們收到之後就全部把它丟掉 因為也不是很需要 如果大家有這類型的需求 想要送客製化禮物的話 它們的東西都不錯 因為它有一個餐酒袋 我也覺得很可愛 然後它還有很多真皮裝酒的袋子 我也覺得很有設計感 再來我來分享一個 我以前不是很喜歡 但最近突然愛上的東西 這個Acting Studio的包包 有沒有記得我很久之前的包包整理影片 我本來想把它賣掉 因為它真的太小 跟價格也不便宜 也沒有賣掉它找不到有緣人 我就繼續把它留著 可是因為最近疫情 出門的時候 我都希望我的包包能小就小 我就突然發現它很適合 因為它背起來真的好可愛 我開車了嘛 所以我身上要帶的東西 不需要這麼多 很多東西我可以放在車上 平常的錢包啊 消毒水啊 牙線啊 口紅啊 AirPods 口罩套啊 都可以放進去 這一款包包呢 它就是要Macro的尺寸才會很可愛 因為這個扭結真的超級Q 拿東西也很好拿 唯一的不便 就是它的手機真的放不進去 你看我手機 插進去就是會露出來 但還可以接受 因為反正現在也很常 需要拿手機起來掃那個QR Code嘛 所以我就是這樣子背著 然後手機就可以隨時拿出來 這個尺寸的大小 我就覺得很棒很可以 然後我又重新對它拾起了愛 所以它並沒有想像中這麼廢 它很能裝欸 然後圓滾滾的 然後皮革也很挺 我大概買了兩年 它的狀態還是這麼好 所以我就留下來自己用了 最近真的非常非常喜歡它 再來咧 又是19 Again的東西 一樣也是Blair寄給我的 然後這是他們新推出的 銀離子抗菌香氛噴霧 每一個用過的人 都去買了 它真的很好用 重點是它很香 只要去吃燒肉 或者去日本玩很多 會放著給你噴衣服 讓你衣服不要有燒肉 臭味 火鍋味的 香氣都很像香香豆 連假洗衣精的味道 可是因為Blair真的很會選香氛 它的紫緣油 髮油 然後護手乳我都有 這個抗菌香氛它有兩個味道 一個是 琥珀岩強 然後一個是 牡丹色香 兩個味道我都很喜歡 有活動的時候是大罐的送小罐 反正它就是有個組合大送小 然後這個小罐就是我一直都放在我的包包裡 就很剛好 所以我現在整個包包都是Blair家的東西 那因為它是銀離子的抗菌噴霧 所以其實它是可以跟酒精有差不多功效來使用 然後現在大家也很常會去噴消毒的嘛 如果你想要消毒你的衣服 或是你希望可以噴衣服去除異味的話 我覺得這個很可以 有些外套你可能不想要馬上洗 或是例如說西裝褲啊 外衣啊 西裝外套 你不可能每次送洗的話 我們就會直接放在門口 然後我就會噴這個 它可以噴衣服空間 也可以噴你的皮膚 我很常上車我就噴一下 或是下次我摸過髒東西 我就會噴一噴之後 大家就會說怎麼這麼香 因為它的味道就是高級香 它可以鎖住 鎖住的東西在這裡 旁邊一般你就可以噴了 比起很多噴霧 有一個塑膠扣會不見 還來更好用 噴霧給你們看的大小 就是這樣 這個牡丹色香 它是比較甜 然後比較小公主可愛 可是又不會到太做做 太少女浪漫的味道 清新舒服的感覺 然後我自己很愛木質調的 所以我是非常喜歡這個 琥珀眼牆 它就是男人味暖暖的木質調 有一點像是冬天 然後你在飯店 毛茸茸的後被子 鑽進貝羅的那一個感覺 我覺得這個很像 你洗完澡噴了 你會變得很性感 很有魅力的 然後男生噴這支 我也覺得超級讚 這個女生一定會愛到不行 我覺得這個很有男鄉感 我就很喜歡它 所以我身上是戴這個 但如果你吃的東西 味道是比較重 我覺得啦 牡丹這個可能會好一點 因為如果你味道已經很重 你又噴一個很濃烈的 琥珀的味道的話 可能會 嗅覺疲乏 可是這個就是很清甜舒服的 少女香 這個適合夏天 這個適合冬天 最後兩個 比較是心靈上的 近期呢 因為Lillian有在看麥倫 我之前研究過人類圖 加上前陣子開始 每天都有做瑜伽 聽一些冥想音樂看一些影片 然後冥想之後 我對麥倫啊 冥想啊 宋波這類的都 非常有興趣 因為它是很可以讓你認識自己 調節你壓力的 Lillian就開始說 它會點麥倫的蠟燭 底下放一個網站 你可以去測你自己的 不同的麥倫 你身體各不會 我記得有七個麥倫 然後代表不同的意思 那它跟心理測驗 或是星座 人類屠布一樣的地方 是麥倫是會 隨著你的心情去變化 例如說你最近 比較容易緊張焦慮 那你可能是哪些麥倫 不活躍 或還沒有被開啟 或是太開啟 就要去調整它 只要把你那些麥倫 調整到比較平衡的情況 你可能 心情就會比較好 然後整個人都會變得比較平穩 你可以從這個 心理測驗去測你 近期你的身體狀態是怎麼樣 測一測就發現 我的麥倫大部分都還蠻均衡的 我就是 海底倫不活躍 對自己比較沒有自信 比較容易焦慮緊張 有壓力 所以我就去買了 海底倫的蠟燭 它已經是被我用熔燭照過 所以變這樣子 因為麥倫的蠟燭 它都會配很多的香草 你就可以在你做瑜伽的時候點 那我這個蠟燭就是 有個肉桂香 它就甜甜的超笨香 超級舒服 而且我完全沒有想到這個味道是什麼 我只覺得好 我缺這個輪 我就去買這個蠟燭 這個蠟燭 我買 480塊 就從一個蝦皮賣家買的 這個價錢我覺得很划算 因為它很大一顆 然後香氣超級濃 我覺得要用熔燭 因為你用燒的 它這個設計一定會燒不均勻 然後你會燒到那個草 用熔燭燭是蠻好可以照它的 不管是不是這個麥倫 真的可以啟發你什麼 可是單純就這個香噴蠟燭的味道 是我很喜歡的 然後又可以更認識自己 如果你們對麥倫有興趣 或更想了解自己的話 你們就可以去測測看 也會有不同麥倫的解釋 就是你現在是什麼情況 你要怎麼開啟它 你覺得這是很有趣 然後我很喜歡的 接著這個麥倫的蠟燭呢 我要跟你們分享一個 就是我很長期去接睫毛 跟做指甲的店 就蘋果拉拉 然後它在桃園的 藝文特區有店 巴德也有店 它是我朋友的女朋友 工作的店 然後玉比是藝文店的店長 超級喜歡他們的環境 我之前還有拍過一集影片 就介紹他們的環境 基本上你只要平日早上 或下午去 都可以包場 可以同時做手腳 睫毛 一起有人幫你服務很快 大概三小時 你就可以全部做很省時間 很棒的店 他們的耳竹超讚 因為它的耳竹現在半價才400塊 所以它就幫你做完耳竹之後 就耳竹可以清什麼身體的濕氣啊 然後讓你更好睡啊什麼的 但這不是重點 它的耳竹 還幫你按摩肩頸到這 大概就是前面這一片的淋巴 然後後面肩頸 然後頭臉 舒服到一個爆炸 就是你現在壓力很大 然後不好睡 就順便去做指甲的時候 做一個耳竹 可以幫忙你清理掉 你心裡不乾淨的情緒 然後才400塊 我覺得它那個按摩的手法 跟整體環境 跟高級spot會館已經差不多 它還有另外一個是腳的 足底美白去角質的療程 那個也很便宜 我大概一個月就會做一次 然後它會把你整個腳連同膝蓋以下 全部按摩 力道跟手法完全按在點上 它就是跟你在外面的腳底按摩墊是一樣的 它還會幫你去角質 幫你敷乳液 大概做完的三個禮拜 我都覺得我腳滑嫩到不行 通常我做手或卸手的時候 腳一起做 出來的時候就是 整個人變飄飄亮亮 心情又特別好 壓力也都被釋放 身心靈滿足 我超級的愛店 如果你們住在桃園 或是青樸附近的話 就很推薦大家 我很愛藝文店 裝潢跟整體的感覺 我真的是愛找一個不行 今天就是我的八月最愛 希望你們喜歡啦 下次見 掰掰 字幕志愿者 ÜLK